來 觀看政治 荒民消息 這個前民黨主席的宋初如 今天宣佈了以後 七月臨選 就是一手來衝辦 這個代代公共衛生學院 教室 林水雄 這個宋初如表示 會來選擇林水雄 就是陰謀 為了這個政治 帶來這個新的風氣 另外外界所關心的就是 今天來定義做這個總統的比 連輸臨後 是不是會參選 搞得的 宋初如來 公調說他不會選舉 那就是林水雄 是很清楚來表明 如果連輸沒超過100萬 就不會參選了 作者中 親民黨主席的宋初如 公佈參選總統連輸委 副手臉選林瑞雄 他是政黨的新人 就是一家老兵 一手創辦代代公衛學院的高手 華化楊智良 林芳玉 李應援 陳其邁在內力經濟臉部 都是他學生 宋初如就請出一位 公共衛生的專家 來替台灣重新找回 政治的清白 李宋初如滾來 副手臨算一直沒有說沒有 就連找林瑞雄參選 華團也是記者會 整個晚上正式較重 林瑞雄到頂的名牌 也是在使用別寫去的 只要看出宋初如 找副手臨算不順利 這幾天也很緊張 為什麼找不出來 那真是漏氣 所以好多人都不願意 躺政治的渾水 宋初如也不說到 沒有超過一百萬 我覺得不會參加 親民黨記者會 後來政策前 王中三會 辦理第13年 總統副總統 參選臉書定義 律處國民黨發出聲明 後有緩拿團結 雅國在表達 馬總統 萬一親心用宋初愈來清告 就想緩拿 國在合作 記者綜合佈都